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社长剧能奖 我是社长 一个处女座的小处男 2017年过去了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被烂剧拉上了眼睛 又被好剧治愈了心灵 以为我是要给你整一期2017年度电视剧盘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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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长我直接给你来一期2018年闭火的电视剧盘点 No.1 如意传 主演周迅 霍建华 的确 这个剧根本绕不开 从年初看到年尾 播出时间还是遥遥无期 据说可能会作为2018年的开年大剧 如果说《甄嬛传》讲的是爱情 这部剧讲的就是婚姻 乾隆继位侧不尽轻英 也进宫为妃 后来轻英改名如意 夫妻同心一起创业 你知道的 创业夫妻的问题可以共患难 却不可以想富贵 乾隆从少年富君成长为成熟帝王 两人婚姻走向破灭 周迅的演技也不用担心 里面任何一个女人的演技都不用担心 毕竟有乌军没这样的老戏骨 社长我就担心霍建华的演技 会不会被这些女人碾压得连渣都不慎 谁总的 本宫是皇上清风的贵妃 本宫是皇上清风的皇后 No.2 迎天下 主演范冰冰 高云祥 颜艺宽 张国立 呃 这部剧是五妹娘传奇 同样的导演 同样的主演 估计也会透着一股子五妹娘的味道 啥美啊 怎么都是美的 就怕美得毫无灵魂 毕竟咱翻演的演技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剧跟五妹娘的故事 也差不多是一个模板 一个美丽的广华青 意外卷入咸阳宫嬴政的政治漩涡中 以若女子之身一步步步走上 大情上 反正只要长得美 寡妇照样推马利苏 火是必然的 整个卡斯班就在那儿呢 社长我大胆猜测一下 这部剧播出的时候 范冰冰应该会跟你成结婚 No.3 扶摇 主演 杨幂 阮晶天 这是根据女尊小说改编的 一个女人 孟扶摇 引得五州大陆所有国家的统治者 进折腰的故事 马利苏的集大成者 当然 就算世界上所有男人都喜欢我 我也只喜欢男一号 长孙无极 原著有穿越戏份 估计电视剧会给改了 说实话 小说不错 不过当初很多书粉知道 阮今天出演男主的时候 基地崩溃 有回想一下 三生三世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也都吐槽赵婷长的仇 最后还不是被姑姑拆了粉 放心 不出意外 最具的情况会跟三生三世一样 微博三天两头 一个热搜 No.4 知否知否 英式绿肥红兽 主演赵丽颖 冯绍峰 朱一龙 好了 明年的第四部大女主戏 最前我都不想再讲 就是一个身世悲惨的女人 盛明兰 在一个男人 不提业的帮助下 变成大boss的故事 赵丽颖主演会活 但要是跟上面的任何一部证据证明刚起来 出面很大 有啊 本局是证明的狂处 证武处并避暑精品 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其他的 就算主演赵丽颖 你不就想做我侯府的正气吗 不计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 不然我跟明朗在一起 我偏要跟他在一起 No.5 斗破仓穷 主演 吴磊 林语 陈楚河 这句还是严重了大IP加大制作的路子 不过没有选大明星 朱颜一水的90后 原著大家都看过了 少年萧妍 在创造了家族修炼记录后 种种打击接宠而至 后经过要老的习心教导 最后联手女侠 萧勋尔 共同战胜强帝 毕竟有这么多书本 收视率会很高 但你知道 书本是最可怕的 稍有不生就会引起群传 这让我看了一下 目前只有一个问题 三十弟弟的台词公里不行啊 不知道这一篇会不会配音 再是你喝倒 再是你喝气 我去上眼球 No.6 天下缠安 主演张涵宇 李雪剑 秦俊杰 这部剧很低调 可能是和演员有关 张涵宇 李雪剑 谈斗 都是老师 透露着正确反 冲着同眼的感情 这部剧主要以魏征的视角 讲述了从隋墨唐出 李唐一统中原 到魏征辅佐李世民上位 成为一代明君的故事 看了下预告 是让想为李雪剑 饰演的李渊大电话 李老师一个字 稳不过证据最大的毛病 会很沉闷 如果戏剧冲突足够精彩 也会弥补这个毛病 反正是让我和大家 可以一起先期待着 这才是四海太平 天下长安之道 No.7 黄泉逸天下 主演 陈坤 妮妮 白静廷 又是一部冲着主演 陈坤戏 讲述了当朝逆境皇子 宁毅和前朝皇族遗孤 凤之威之间步步为营 一一局全谋天下 国一场爱恨起伏的全谋故事 这句感觉会是 上面所有剧的中和 讲爱情 但不是很马力苏 讲全谋 但不会很无聊 这让我很期待 两位电影他的演技 其他的没啥好说的 要知道 制作精良 演员靠谱故事精彩 永远都是决定 一部电视剧 好不好的标准 综合很多因素 这场盘点了 这七部剧《壁虎》 其他的还有什么 你家杨阳的武动前官呀 关小彤 扶刃击头的凤球皇呀 热霸的烈火如歌呀 制作没那么精良 明星没那么一线 所以活不活 得看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展开更多辣眼镜视频 速度关注社长剧能奖